惨遭淘汰的陈芳宇力挺杨超越,她很用心。 女团养成综艺创造101已经结束,101少女也正是成团出道,虽然决赛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101的热度仍然不减,无论是成团出道成功的少女,还是被淘汰的少女,话题热度都十分的高。 在决赛中,实力超强的选手陈芳宇惨遭淘汰,而实力一直备受质疑的选手杨超越却最终以第三名的好成绩成功出道,此事被网友调侃是对中国娱乐圈最失望的两个瞬间。 近日,实力超强却被淘汰的选手陈芳宇,在采访时回应了网上的种种评论,还力挺了杨超越。 陈芳宇表示,杨超越还年轻,需要再多点时间成长,我觉得他一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能感觉出来他很用心,所以我希望网友可以给他更多的时间。 此外,还有另外一名杂第一轮淘汰赛自愿退赛的选手雨山,他坦言和一百个女生一起比赛,其中有的参赛者心机重,难免会发生摩擦,但他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去在意。 反而很感谢其他人让自己学到了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